好,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花莲县政府是停办了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但是为了不让疫情影响对模范父亲们的尊敬 县长徐政卫分别就拜访各个的模范父亲 赠送讲座以及礼劝 向辛劳的模范父亲致上最高的敬意 由于疫情影响 今年父亲节 花莲县政府无法办理大型公开表扬模范父亲活动 因此该以县府团队亲自拜访各模范父亲 丹门致上最大的祝福和敬意 我只不过是敬我做一个女孩子做爸爸的责任 就这样子做而已 我觉得要做一些 在我们子女 还有我们的一个部落里面 很造就小孩子 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不觉得 我该得这个农业 实在是我觉得很不配啦 不过湘本 还有我们的县长 喜县长这里翻这个奖 也是很高兴 也就是大家得到大家的肯定 我是希望说 我们每一位父亲 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 不管是在家里 在社区 都要 都要有一些 一些一些的贡献 来造就我们的乡亲 社区的发展 还有 对年轻人啊 小孩子们的教育 应该有这样的重视 我们真的对于 阿歇阿曼牧师总议长 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佩 尤其是栽培孩子 都有国际观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当然我也要谢谢 领海乡长 在这个 今年度的模范父亲 在万州 真的是 非常非常难选啊 但是啊 这个给予阿歇阿曼牧师 这个肯定 对于这个乡丰所的抉择难为 真的是 表示敬佩 我也 这个谢谢 欣耀阿诺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家务人 所有家务人 那因为 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 用群聚来跟大家 这个聚在一起来表较 而今天这一次改变的一个模式 就是到每一个 魔幻父亲的家中 来给我们这个 魔幻父亲最大的助手 今年受花莲县府表扬的 魔幻父亲共有26位 包含花莲县各乡正式公所 推荐14位 各社团推荐11位 以及由县府特别推荐的一位 每位受表扬父亲 各自有精彩的生命故事 团队也祝福父亲们 在照顾家人及服务社会同时 也照顾好自己 并祝福全天下 不管是否有获得表扬 但尽心尽力照顾家庭的父亲们 父亲姐快乐 最终长方燕华林时报导 可agan 可agan 可agan